现在距离我去报到呢 也就12个小时 戴着蓝色毛帽 知名电竞直播主 Toy刘伟健面容憔悴 因犯毒案遭判4年2个月定验 16日将入肩服刑 他入肩前开启最后一波 给大家看看进去以后的样子 脱掉帽子露出剃好的平头 准备要入肩服刑 Toy强调自己4月底就知道三审驳回 5月8号收到执行单 让他心情相当沉重 讲着讲着 这个所谓的珍重再见呢 其实 直播到一半 Toy痛哭 还拿起卫生纸猛擦眼泪 要跟观众告别 速度哽咽 直播过程一度吸引超过4万6千人 在线观看 你们只要扫码 注册会员 就可以领到一杯饮料了 那我也请全台湾 2,300万人 每人喝一杯 如果你是讨厌我的话 那我也 请你喝一杯饮料 那我们就和解 Toy还发起 请全台湾2,300万人 喝一杯饮料 希望和社会大众和解 直到出狱为止 即便入肩 还不忘推销自己的火锅品牌 Toy16号入肩 上午先到台中地检署报到 同一日预计发肩到台中监狱服刑 明时新闻总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里扬 转发肩 明显 明显